大家好,我是Jun Rai Shun 歡迎收看 什麼都說What to Talk 今天就不說失敗了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關於原谷集團所創建出來的 日本三大英雄之一 Ultraman 相信大家對Ultraman這位日本的 Superhero不會覺得莫生吧 Ultraman是日本的稱呼 在亞洲都有不同的名稱 香港人就會叫他做超人 在經過周星馳影片的洗禮之後 大部分人就會叫他做 鹹蛋超人 台灣人就會叫他做超人 中國大陸就會叫他做 Ultraman 在俄羅西亞我們大多數都會讀Ultraman的英文 Ultraman 讀什麼一些就是 Ultraman 那就是很Ultraman OK,言歸正絕 今天要講述的就是在日本即將會播放的 新節目最新系列的Ultraman Ultraman Gino 這就給大家看最新系列的 Ultraman 到底是怎樣的呢 蛤? 蛤? 你沒有看錯 我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 蛤? 大哥,你有沒有搞錯 他像我奸殘一樣的 沒錯 這個就是邪惡的Ultraman Beria的兒子 蛤? Ultraman都有分中和奸嗎? 有的 給我一點時間和大家分享一下Ultraman Beria的背景 好! 話說Beria是Ultra一族的時候 因為過分地追求力量 而想利用Ultra一族的 光之能量 結果是懂得其反的 而被Ultra一族流放 然後就被邪惡的宇宙人 侵入他的身體 兼操控他 而誕生了邪惡的Ultraman Beria 和其他的Ultra一族 拼開了戰爭 最後他就是被Seren的兒子Sero 拼下了 拯救了Antesma星雲 如果你是對Ultra一族 一點概念都沒有的話 那你是完全不會明白我 在說什麼 蛤? No problem 我換來一個方式來講解 即是 如果你們有看過金翁小鼠的話 那你們可以把Sero當成是國籍 那Beria就是楊康 當年是國籍拼下了楊康 那Judo就是楊哥 因為他是楊康的兒子 不像嗎? 說真的 Judo的設計 我完全接受不了 接著我去看了 Official website的人物關係圖之後 即是怎樣 兒子打老爸 還是老爸打兒子要報仇 如果集團在這裏 有想什麼蠢嗎? 兒子打老爸? 是被你砍的 OKOK 老爸打兒子 就說是天經地宜 但如果老爸打兒子打倒人 是想要兒子病的話 那我情願兒子被你砍 期間Judo還會出來訓練Judo 來對抗Beria 那還不是兩屍頭? 那確實國籍是深掌楊康為她的契制兼童帝 當楊康有難的時候 國籍肯定是出手才夠的 那你說這個設計像不像呢? 還有 作為Judo的人間體 男主角是有一個青梅竹馬的 即是梁國幫忙國父 接著男主角就遇到一個 亦都是對抗宇宙人的女生 即是要用個宇宙小龍女 差點忘記了 男主角還有一個一直陪伴著 對抗敵人的宇宙人 簡直就是個兒幫刁兒的關係 這裏很明顯就是神雕俠女的日本版 那我到底在看的是 是Ultraman Series還是金融小說啊? 好! 果然日文的關係 我們就來看看Judo有什麼負責 至於和Ultraman Series進入了平成時代 都開始玩變形這件事 那Judo也不例外 目前Judo是有兩種形態的 什麼東西來的? 浪費看她的樣子 我也不知道我中夠她 我們先看看這個 Sonic Bunny 即是現在的Ultraman 是不是都玩裝甲的呢? 雖然就沒有X的位 但是 好醜喔 另一個形態呢 就是Arcross Martial 這個看下去就比較輕重一點 但以現去好醜 Sonic Bunny的設計呢 就有偏紅色的 根據過去的設計 紅色的形態 屬於力量型 以近身戰為主 即是哈姆弓 而Arcross Martial的設計 是偏藍色的 根據過去的設計 藍色的形態就是屬於縮動型 以光劍和射線為主 不是真的玉女劍法嗎? 得了 從今以後 你就是 YOU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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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說到這裡 確實劇情就讓我看到第一集之後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影片結束之前 有件事想大家幫忙 如果你不是subscribe我的頻道 請按這邊 你支持我 如果你已經subscribe我的頻道 可以按這裡的小叮噹 你又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所發布的最新影片 by the way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 請你給個like我 和share出去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 歡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不要忘記去我的Facebook Fan Page 給個like我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這裡會有幾個推薦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進去觀賞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樣subscribe我的頻道的話 那你就可以點擊這個投注來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影片的留言是做什麼 tun的 那之後 またね